11月22号是24节期中的小雪 俗话说节到小雪天下雪 小雪时节冷空气活动趋于频繁 全国各地雨雪天气逐渐增多 尤其是在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 那么甚至呢一部分长江这个地区呢 都会会会有下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下的雪呢是小规模的 气候条件来说呢 应该说呢在长江以北 像黄河中下游啊华北啊 这都已经入冬了 在长江以南的一些地区 也开始进入要进入冬天 那么在往南方华南一带呢 还是相对比较比较温暖的 小雪节气之后天气逐渐寒冷 为了能够在寒冷冬日吃到各类蔬菜和肉类 在民间一直有小雪腌菜大雪腌肉的习俗 这些新鲜的蔬菜呢可以进行储藏 冻藏大白菜呀 那么将像萝卜呀 像等等这些快筋类的 那么进行腌白菜了 腌菜 到了小雪这个时候呢 天气也明显的寒冷下来 人们呢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小雪杀猪大雪宰羊 他就反映了小雪这个节气呢 因为那个大家需要增加这个营养和来滋补 一个是改善一下这个饮食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杀猪呢 我做成了这种腊肉啊 做成了茶 同时呢 它年末呢 还有一个个百月时间 那正好那个时候来满足于这个年末 过节的时候食用 小雪前后 民间进入农贤世界 为了在枯燥生活中寻找乐趣 北方一些地区有斗蟋蟀 斗蛆蛆的习俗 天寒地冻 它养了这些东西呢 增加生活的情趣 有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来保存一下这种自然的声音 我在室内 我也感受到大自然的那种 所以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 总是对自然的一种崇尚 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 专家提示 小雪节气到来后 日照时间将有所减少 要注意防寒保暖 饮食注意补充维生素 比如说补一些像V族的 维生素系列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在饮食上呢 比如说我们吃红薯 然后呢 芋头和这个藕 这三种呢 就是叫冬季三宝 在冬季来说呢 是很好的一个 这个平补 也是素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呢 在东京呢 因为有点被囚禁在室内 就是人的情绪高 高兴不起来 首先是饮食上 比如说吃一些瓜子 然后呢 香蕉 这些 这些让人的兴奋 兴奋起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胆盛懒度 就有点像唱歌似的 一种宣泄 调整这个兴奋 调整这个兴奋 一种宣泄 这些东西 是若隐藏 不信心 这些东西 感谢观看